欢迎来到我们的社会社媒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一位女子用58页的PPT揭露了她的男友 招商银行的管培生,竟然多次嫖娼 这样的举动让不少网友惊讶不已 接下来,我们要聊聊一位来自北京的网友 她在威海海边捡到一块重达两斤的疑似龙咸箱 这块宝贝的价值甚至高达800万元 不过,专家表示,这价格可能有些夸张 究竟是真是假,还在进一步鉴定中 最后,我们报道了一所幼儿园在开学23天后突然停办的事件 因为拒绝退款而引发了家长们的强烈不满 负责人竟然表示要东山再起后再海前 这样的说法让人啼笑皆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社交媒体报道 近日在广东省深圳市 一名女子以58页的PPT向公众揭露 其男友史某某的恶行 指控她不仅与多名女性约炮 还多次嫖娼 她详细列举了与史某某的恋爱关系 以及她在过去几个月内的嫖娼记录 包括在8月25日 以3000元在深夜有居金三角店嫖娼的具体细节 PPT中附有交易截图 显示史某某共花费30330元于嫖娼 金额在2000元至5000元不等 尽管史某某曾下跪 请求女友不要举报 并承诺改过自新 但她的行为依旧被曝光 引发了广泛关注 在社交媒体上 另一则引人注目的消息 是来自一位北京网友 她在山东微海旅游时 捡到一块重约两斤的物体 怀疑是价值连城的龙咸箱 经过网络鉴定 这块物体被认为很可能是真品 按市场价计算 一颗龙咸箱的价值高达8000元 总价值甚至超过800万元 尽管微海市海洋发展局表示 将对此进行调查 但厦门的一家专业鉴定机构 则对其价格表示怀疑 认为8000元的估价过于夸张 这位网友 目前仍在寻求线下的专业鉴定 期待确认其捡到的宝物真实身份 此外 云南永善县的智慧岛幼儿园 在开学景23天后突然停办 并拒绝退还家长的费用 引发了家长们的强烈不满 幼儿园负责人表示 未来如果有机会东山再起 就会考虑退还家长的费用 这一消息 让很多家长感到失望和愤怒 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要求幼儿园给出合理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维护自己的权益 社交媒体报道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 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两人死亡和七人受伤 事件发生在电商巨头 Wellberries的办公室附近 初步调查显示 死者为该公司办公楼的保安人员 伤者中包括两名执法人员 所有受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这起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 枪击的具体原因和背景 在中国大学新生军训期间 出现了一对身穿迷彩服的学生 在民宅旁亲热的事件 引发网友热议 有目击者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 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军训强度不够 导致学生们精力过剩 寻求其他方式来释放压力 这一现象 引发了对军训内容和方式的讨论 许多人呼吁加强军训的管理和教育 在美国 一名12岁男孩 Owen Byerman在狩猎时 英勇地击毙了一只重达90公斤的黑熊 成功救下了他父亲 事件发生时 Owen目睹父亲被熊攻击 面临生命危险 他毫不犹豫地用步枪将熊击毙 展现了非凡的勇气和冷静 这一故事被广泛传播 Owen被誉为英雄 他的勇敢举动令人感动 也引发了对野生动物保护和狩猎安全的讨论 社交媒体报道 全红禅作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关注 他的家乡湛江市麦河村 因此成为游客打卡的景点 全红禅的成就让村民感到自豪 甚至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目光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整个村庄的骄傲 体现了运动员在公众心中的重要地位 来自荷兰的姐弟俩 蓝津津和沈达 在杭州寻亲的故事引人关注 他们在离开中国二十多年后 首次回到故乡 借助快找人栏目 寻找到亲人 通过DNA采集 姐弟俩的寻亲之旅 迎来了新的进展 这不仅是对家庭团聚的期待 也反映了现代科技在寻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令人感动 关于调侃918的网红 娟子爱吃贝 抓的消息引起了广泛讨论 他在直播中发表不当言论后 遭到警方的关注 并被带到医院进行体检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社交媒体言论自由 与社会责任的思考 提醒公众在网络表达时 虚谨言慎行 社交媒体的报道 揭示了研学机构在管理学生和老师之间关系时的荒唐做法 竟然选择让学生等待半小时 以避免影响老师的情绪 这种做法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许多家长和教育专家 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这样的管理方式 忽视了学生的感受和学习体验 文章中提到了一些具体案例 学生们在等待过程中 不仅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间 还感到极大的无奈与不满 甚至有学生表示 这样的安排让他们对研学活动失去了兴趣 研学机构似乎更关注教师的情绪管理 而非学生的实际需求 这种失衡的教育理念 引发了社会对教育公平 与师生关系的深思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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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